雖然它上面被蟲蟲攻擊 好險我們是吃著下面 所以都還不錯 這是櫻桃蘿蔔的種子 叫Cherry Radish 然後呢 我把它撕開來了 裡面是它的種子 櫻桃蘿蔔就像櫻桃大小 所以說它不像一般蘿蔔 要種很久 可能30天以上 就會長出小小的紅色蘿蔔 裡面是白的哦 那種子的包裝 這個牌子的話 是用鋁箔紙這樣密封住 那另外一種是有一個紙包裝 裡面再一個小包裝 有兩種 我們來看一下櫻桃蘿蔔種子的長相 就是十字花科的樣子 像這樣子 比一般的十字花科 種子在顆粒再大一點點 像這樣大 比米粒小一些些 然後比較圓形 然後通常是土黃色棕色 這個樣子 櫻桃蘿蔔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那就是避開 夏天都可以種植 然後你要推估一下 這個是大概生長期要30天 所以你就是夏天來的前30天是最後的播種時間 所以大概就是5月6月是最後播種時間 現在是春天都很適合播種 如果你喜歡它很嫩很小顆的話 可能30天後可以收成 如果你要大力一點點的話 那比較成熟一點的話 可能是45天 我要來幫櫻桃蘿蔔播種 那眼尖的朋友看得出來 這一顆就是我之前種的鳳梨 第一次收成已經採收掉了 旁邊有長出一個新芽 那鳳梨是一種蠻稀疏的植物 所以底下的空位啊可以拿來播種 所以櫻桃蘿蔔就是把它撒在這邊 都是在這裡 那我抓一些些撒在這邊 然後鬆一點點 因為櫻桃蘿蔔大概間隔三四公分這樣子播種 那因為櫻桃蘿蔔就是要它的根莖膨脹嘛 所以說當然就我們不要另外移植 所以可以直接播種這樣撒在上面 然後記得加一點水 那就慢慢就會發芽了 這一顆去年種的鳳梨也是長得很慢 旁邊很多空位一樣把它放一些種子 那這樣子這個地方就可以長出一些櫻桃蘿蔔 我們來看一下櫻桃蘿蔔的近況 這個已經播種26天了 那有些已經長得很好 你看這個一點有櫻桃蘿蔔的樣子出現了 紅紅的這一點 有沒有看到嗎 那可是他同一個時間也有一些長得很小 你看這個就不大 這甚至於像剛發芽一樣 所以它的長勢是深吃不齊的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盆種在鳳梨旁邊的櫻桃蘿蔔 一樣空隙很夠 就種了一些櫻桃蘿蔔 一樣是26天 那也是一樣有很大顆的 那也有那種看起來小小的在這邊 那這顆鳳梨呢 很特別 已經長過一次鳳梨果實了 你可以點我的影片看看 長鳳梨真的超開心的 過了10天 我的櫻桃蘿蔔已經受到蟲蟲的攻擊 你看這些破損的地方都是被蟲啃 因為櫻桃蘿蔔它是那個十字花科 種過蔬菜的朋友都知道十字花科是最容易有蟲來啃的 不過幸好啊 它差不多可以採收 你看下面這個小蘿蔔真的是那個像櫻桃一樣可愛了 那等一下來採收這邊還有一個有沒有看到這邊還有一個 這次我利用鳳梨劍系種的櫻桃蘿蔔了 我們來採收看一下 輕輕拉拉看 欸很容易就取下來了欸 有看到嗎 這個樣子我們把土剝掉 哇真的是標準型 我以前種過有些長的歪七牛 把這個超標準的 再來這裡還有一個 這邊再一個 把它拔起來了 可能我的土很鬆蠻好拔的 哇一樣標準型好紅哦 然後右下角一顆我摘給大家看 這個最大顆 好拿出來了哦 哦哦它真的最大顆 再來 哎呀真是開心啊 雖然它上面被蟲蟲攻擊 好險我們是吃著下面 所以都還不錯 那把根洗乾淨就切成薄片 會很像那個魚板這樣紅紅的外圍 然後中間擺擺的超漂亮的 經過40多天的栽培 櫻桃蘿蔔終於可以收成了 它長得像這個樣子 櫻桃大小 然後大概30天的時候 就被蟲發現了 就開始吃它的葉子 好險 下面的櫻桃還沒有受損 哇 這個努力自己栽培的收成 就會覺得特別的美味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拜拜 我們請問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